玉里青年会在圣诞节前夕办理圣诞世纪 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 邀请了玉里在地的摊位以及店家来摆摊 并且也在主舞台安排在地的表演者来表演 让玉里的夜晚充满野胆气息 每个摊位都有圣诞灯、圣诞树做装饰 有烘焙蛋糕、面包还有饼干 玉里最好吃的甜甜圈以及鸡蛋糕 各式各样的餐车都在这个圣诞世纪 我们都会邀请到了我们的在地 玉里在地的优质的青年 他们自己准备的一些餐点 甚至都是在地有名的一些我们的餐车 欢迎我们的一些民众能赶快陆续的来这边 我们这边有拍照打卡 我们还有送50块的折价券 让你能够由这个优惠券来这边做一个消费 这是玉里青年会举办的圣诞世纪 会长表示今年比较不一样的是 因为玉里在918的时候经历了大地震 许多居民还在恐惧当中 所以有邀请到玉里天主堂刘一峰神父 来为大家祈祷温馨感人 今年再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 因为玉里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那我们也有一个 在最后我们邀请到了刘成布来 帮我们做一个祈福的活动 所以今天的活动又欢乐又温馨 玉里青年会在圣诞节前夕 继续办理了圣诞世纪 从下午3点到晚上的8点 邀请了玉里在地的摊位 以及店家来摆摊 并且也在主舞台 安排了在地的表演者来表演 让玉里的夜晚充满了耶诞气息 记者高松双玉里振采访报道